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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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討論是說呢 當你父母親年紀大了 而且呢 他們又有意願的情況之下 你會選擇自己來照顧 還是會送到一些養老機構呢 其實這是很多子女 一定會面臨到的問題 因為有人就說 丟到養老院好像很不孝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照顧的話 恐怕又要花費非常多的 心力跟精神了 因此今天來好好的討論一下了 首先歡迎我們今天的評審 第一位是陳時元老師 歡迎 大家好 以及許長德老師 大家好 還有戴欣怡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我們的評審 來歡迎一下我們今天的 雙方隊伍了 我們的正方隊伍的小隊長是Bunny 還有他領軍人分別是 余祥犬 簡東城還有林勝偉 歡迎 非常的有戰鬥力 很有power 希望繼續維持下去 OK 好 可以了…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反方隊伍 小隊長是徐欣雅 還有隊友的分別是 侯昌明 碧莹還有Kenny 我覺得這個屏幕要好好來 變了一下了 我們也請雙方來就站的位置 好 今天討論的是在父母不排斥的情況之下 正方的是你要自己顧還是反方 你要來送養老院 先問問看評審你們的持方 分別是正還是反呢 CV老師 我比較贊成宋洋老哥 那常德老師 只有欣怡是覺得你要自己顧 老年的規劃 等你們老的時候 你的規劃是什麼 我一直很想就是開酒吧 每天不是我喝醉就是朋友喝醉 多開心啊對不對 每天喝醉是重點 好 那阿德老師咧 即將在明年會出一本書 叫做快樂養老院 進到這個養老院以快樂為主 然後健康不是重點 對 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吃醉 不過你這個酒吧很容易跌倒 摔死的那個很痛 我覺得快樂在晚年是很重要的 因為 只有快樂可以讓你達到真正的方向 我在老年目前是沒有什麼規劃 知道你們節目問我之後 我終於想了一下 他說好吧 跟老公環遊世界 就是我們還可以走的時候 可以先環遊世界這樣 然後等到真的走不動了之後 我們就住在那個老人公寓 然後可以請個看護 互相推我們出去曬太陽 感覺比較像是願望 不太像規劃 怎麼樣才是一個快樂的老年生活呢 做好相關的規劃 然後到年紀大的時候 可以安心退休我覺得是重點 財富自由啊對不對 對 自主 不要靠別人 那阿德老師呢 我覺得人生要有幾個快樂的配備 第一個 你不能恐懼死亡 第二個就是說你不能麻煩別人 所以你的經濟要自主 你才可以選擇你要去的地方 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你有餘力還可以照顧一些 其他沒有辦法自我照顧的人 嗯 好 那當然呢今天就就這個題目 我們好好討論一下 那首先呢也要先請我們這個 正反雙方的隊長來抽一下 到底是誰要先變還是後變呢 有保衛 好的 那我們呢 這一次呢就是由我們的正方隊伍 先來進行神論 正方的第一棒是余祥泉 有兩分鐘的時間好好把握了 倒數計時開始 以我個人的例子來講 其實我從小到大 跟我爸媽相處的時間 就是他們從小到大 因為大家也應該知道 我爸我爸媽非常非常的紅 在我小的時候 我在幼稚園的時候 他們比如說我去上 我去上學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出去了 然後我在家回家的時候呢 他們也不在家 然後基本上能見到面的時間 也只有寒暑假 那那我再大了一點 就是我出國的時候 但我基本上跟他們見到面的時間 其實是我回來的時候 所以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珍惜 我現在跟他們現在在 台灣相處的這段時間 那第二點的話 這件事叫Case by Case 我覺得以我的父母來講的話 我父母是藝人 他們非常的紅 余天亮平 我說把他們兩個人 送到療養院 是在折磨他們呢 還在照顧他們呢 他們進去裡面以後會不會 有人來跑來 他跟他們說 因為都是同年齡的嘛 余天亮平 到哪裡都變成是這種狀況 我覺得反而對他們 會是一種困擾 這是我對他們的了解 然後第三點 以我媽她常在跟我講說 沒關係啦 我不要跟你爸住啦 你就把我送到療養院 可是 他那個是講講 他只是講講而已 他絕對不會想要 我們把他送到療養院去 如果真的把他送到療養院去 他會把 所以以我的 小禮菜招就飛過來了 所以以我的 對他們的了解來講 他們還是希望 我們陪在他們的身邊 以能自己照顧 然後現在的 長照又非常非常的簡單 然後兄弟姐妹輪流照顧他們 我覺得這樣才是最好的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祥犬耶 對啦 如果真的是把這個 余天亮大哥他們送去的話 真的是每天都在開 好像簽名會啊 或是歌迷見面會 這樣子好像也是滿累的 那聽聽看我們這個 接下來啊 我們的返方啦 我們的徐欣揚 有什麼樣的見解呢 也是兩分鐘倒數計時 開始 我覺得 我覺得 你已經被這種 傳統的孝道給綁架住了 我覺得 把父母送到養老院 才是一個比較貼心的舉動 我有朋友在加拿大 他跟我說 他說他的父母 每天都叫他說 老了以後一定要把我們送到養老院 為什麼呢 在那邊的養老院 有 游泳池 三溫暖 健身房 圖書室 醫療室 緊急呼叫系統 什麼的都有 應有盡有 還會定時的舉行一些派對 或是一些活動 所以我覺得在那邊 生活有什麼不好呢 那每個人都知道 那個長輩老的 都是需要被照顧的嘛 就像 那真的是被誰照顧 有什麼關係呢 我覺得 在養老院裡面有那種 專業人員 還有那種 二四小時都會幫你看護著 那這種東西有什麼不好呢 對不對 游湘泉 不好嗎 我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照顧長輩 真的需要很多的心力 還有體力 還有你要把全部時間奉獻給他們嘛 但是 現在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年輕人都在忙著賺錢 忙著工作 你哪有時間去照顧他們呢 那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長大以後 我也不會想要麻煩我的子女 就是下班以後 還要幫我拔屎拔尿 所以在養老院 像你說的 很多同齡的人 那我覺得同齡人在一起 就會有很多的話題 可以一起聊天 下下象棋啊 然後打打太極拳 做做瑜伽 我覺得這種都是蠻好的一個生活 那 那個有一句話是說 久病床前無孝子 那 這個道理我覺得是 自古以來都不會變的 那一起居住 那老人照顧起來 那一定會出現很多摩擦 那我覺得這個是得不償失的 反而是會滑不來 所以我覺得 老人其實可以自己選擇去 養老院生活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正確的選擇 無論是身體健康與否 休閒與樂 我覺得他們都可以 度過一個非常舒適又快樂的晚年 好 謝謝 好啦 聽完那個新陽講話 我感覺養老院好像是一個這種 世外投員的感覺 度假存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寶妮了 同樣也是呢 兩分鐘的時間喔 好好來掌握了 倒數計時開始 是 剛剛許信陽說 同齡的人比較有化療 我跟他同齡 我跟他完全沒有化療 大部分的養老院 不是像許信陽講的 這個 都有游泳池啊 還有人專門照顧你啊 大家還可以揪團打麻將 根本就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法規上面 養老院其實有細分 這個有醫療需求的老人家 沒十五個病床 要有一個照護人員 那沒有醫療需求的呢 整個機構 只要有一個照護人員 輪班就好了 那就是因為這個比例太懸殊了 所以這個機構裡面 會設非常嚴格的時間表 比如說早上七點 就一定要把你叫起來 推去洗澡 洗完澡穿這個白色白袍 之後去食堂吃早餐 吃早餐的時候呢 這個爺爺奶奶大家 頭髮都亂亂的 也沒有set喔 這個之後呢 就是去吃午餐 然後不然就是睡午覺 不然就是運動運動 這些老人家是在當兵嗎 為什麼要遵從這麼嚴格的規定呢 而且因為他年紀大了 還沒有辦法跟年輕的人反抗 我可能是一個活了八十多歲 九十歲的老人家 那我可能還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 我想要八點在洗澡不可以嗎 還真的不可以 在這裡就一定要七點洗澡 我不想要穿跟大家一樣的白色白袍 我要穿我最漂亮的衣服 我想要燙一頭美美的捲髮 擦口紅 噴香水 我想要優雅的老去 而這些事情在這邊都不可以 我覺得生命的美是在於 我們知道大家的結局都會是一樣的 可是大家還是非常努力的在過生活啊 我們有感情有情緒 那不管再怎麼樣熱愛生命的老人家 你日復一日都讓他過這麼無聊的生活 follow這麼嚴格的時間表 他的生命力一定會被消耗殆盡的 因此我覺得這一題要不要送養老院 其實就是非常非常委婉的在問說 你要不要讓你的爸爸媽媽 然後很優雅的老去 而我們這一邊覺得絕對要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Bonnie 要讓這個家人來優雅的老去喔 接下來呢 來歡迎到我們這個反方囉 就是我們的這個超明哥啦 同樣也是有兩分鐘的時間啊 好好來進行攻擊囉 倒數計時開始 Bonnie很可惜 所說的大概都是看的文字資料來講 敘述這些的內容 我爸爸失智了二十二年 我有實際照顧的經驗 很多的情況跟你們所想像是 決然不一樣的 我講幾個在過程當中 會發生狀況給大家聽一聽 失智症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他會常常想往外跑 有一天呢聽到腳步車我門打開 爸 你要幹嘛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出來走一走 我門一關人就出去了 一出去之後 對於照顧者來說 你知道那有多著急嗎 才剛剛在家裡面大完便 親完屁股 一出門又拉在褲子上面 這個狀況請問一下 如果一再的發生 你們有沒有辦法維持一致的耐性 去處理這個狀況 昨天睡的是晚上 今天睡的是白天 明天又睡晚上 夜夜顛倒 你晚上沒有辦法休息 因為你怕他出事情 但是你還要上班 你的精神不計 你的體力透支 你會有厭世的感覺 在過去呢 他可能是一個溫文儒雅的人 但是有一天突然180度大轉變 他可能會脫腹罵街 他可能對你罵三字經 因為他不認得你是誰 而且他可能還一度以為自己是夜問 他拳腳相向 你不能怪他 造成他行為的改變 他也控制不了 沒有辦法 中風之後呢 因為我們沒有受過專業的照護訓練 我們還是得要協助他們要做復健 要走路 萬一不小心跌倒了怎麼辦 受傷了 鼻尾管萬一跑位了 你以為隨便推回去就好了嗎 不 你可能造成他的胃臂黏膜受傷 你必須叫救護車來回醫院 有太多這個狀況 不好意思各位 跟你們正方所想的 想像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的是一個 有專業照護人員的協助 有一個美好的環境 所以安養重心是值得考慮的 謝謝我們的昌明哥 用這個自身的例子來告訴大家 然後呢接下來呢 換到我們的正方了 是我們的檢東城 有三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 開始 昌明哥剛剛講的沒有錯 並造成他行為的改變 所以那是什麼 那是病 這場題目如果要我們討論的是 在父母不拍攝的情況之下 他生病了 要去醫院治療還是自己醫 沒有什麼好辯論的 因為當然是去醫院 同樣的在我國關於養老院 這這麼模糊的字詞當中 其實他有很明確的分類 在老人福利機構設計標準裡面 有講了第二條的第三項 他就是所謂的安養機構 什麼是安養機構呢 他不是像昌明哥說的那一種 失智的啦 插管的啦 身體需要藏在病床上面的老人 他是指說 擁有生活治理能力 但是偶爾需要別人協助的老人們 或是子女沒有時間照顧的老人們 這些人要住在哪裡 住在安養院 花錢讓他們住在莊園裡面 漂亮的草坪裡面 可以跳舞下象棋的那種養老院 至於另外一種養老院 是對方間可能隱隱約約想講的那一種 插管的我們不專業啦 復健的我們不專業啦 失智的我們不專業啦 所以送過去那個不叫做養老院 那叫做長期照護中心 所以那不在今天題目討論的範圍 如果今天題目討論的範圍 是指說我們要 糾結的是養老院這一個 這個院體 這一個園區 本身到底 應不應該讓年輕人 作為一種選擇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也是這檔題目 大家前面沒有聊到的 父母不排斥的前提之下 那這個父母不排斥 隱含了什麼樣的意思呢 其實不代表父母想要 這個題目裡面 其實我們應該更多的去探討 父母的心情應該是什麼 為什麼要用不排斥這三個字 去表示這個前提呢 因為對父母而言 就像前面主持人聊到的 我不想造成別人的麻煩 我不想要造成子女的困擾 雖然我可以生活自理 但是你們也許會被我念一下 也許我看到你們的生活習慣 我會要求一下 也許我會想要幫你們帶一下小孩 也許我要買東西的時候 希望你們陪我去 這種父母造成小孩的不麻煩 值不值得構成 我們送去養老院的理由 對我們而言 現代的人 他們前面剛剛說了 現代的人開始在工作 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你想像一下你小的時候 你還在嬰兒時期的時候 你的父母難道沒有工作要做嗎 你的父母難道沒有自己的人生 可以創造自己想要生活 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嗎 當然有 所以人都是互相的 小的時候他們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幫你拔屎把尿 幫你帶到大 在他們老了的時候 只是需要陪伴跟照顧而已 為什麼我們不願意 多花一點時間給他 對 因為我們要工作 因為我們很忙 所以養老院的這個經營者就會告訴你 我們的莊園很漂亮 活動很精采 降低你在你心裡面的罪惡感 讓你願意把錢交給我 我來幫你照顧你的父母 但那不會是父母的小 謝謝我們的東辰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換到我們這邊的康妮 我們也是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好掌握囉 倒數計時 開始 我外公在晚年因為癌症結肢 然後身體狀況不好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是在醫院裡面度過的 那我家也是非常傳統的基督教家庭 信仰很虔誠 所以我在我外公腳結肢的時候 躺在床上 我在牆壁上貼了一張 神說起來走吧 然後我外公兩年前過世了以後 我外婆失智症就急速的惡化 從一開始還可以跟我們對話 然後到現在連自己的生日都不記得 所以我在牆上貼了 要記得主的話 我上禮拜才就有姑婆的葬禮 我姑婆有schizophania 聽不到的話中文叫 思覺思調症 也就是精神分裂症 整個基督教家庭就他跟上帝最近 因為他一個人就一位 他每次就會對著牆壁自說自話 沒有看過的話 剛剛畫中間很多辨識都在這樣搞啊 他的生命前期被關在家裡不能出去 因為那個年代對於心理計畫 是沒有概念的 那到中老年稍微有認之後 才把他送到安養院去 他才得到最適合他的照顧 我自己有心理醫學相關的背景 那在老年人的照顧看護上面 相對來說是得心應手的 我是沒有想到我第一次把手伸進 男人的闢言裡面是對我阿公啦 或是半夜起來跟阿公講說 半夜跟阿公講說 欸 阿公起來吃安眠藥囉 我相信專業的存在 我可以幫老人拔石把尿 做得很專業 專業的定義就是 2018年老人人口佔比是14.5% 那高齡化跟少子化加起來的話 這個比例只會持續攀升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做的就是什麼 交給專業可以更有效率的運行事情 那通常年輕人要忙學業要忙事業 只有我們這種鹹到發話的 喜劇演員才有空整天陪老人 年紀他不方便 那骨質出狀的時候 你需要攀扶他推輪椅 阿之海莫正會忘記自己是誰 要跟著他 不然的話就跑出去了 不然就像我喝醉的時候一樣起來說 對 那現代的概念 我們不用買機車我們有WIMO 我們不用買腳踏車我們有U-Bike 這個概念 反正人家也不會用很久嘛 那就有輔具有醫療床 這些都是五六位數在跑的 加上專業康護 這些是可以在共享的前提下面 甚至再配合生前契約嘛 一條龍好不好 那外公葬禮的時候 牧師跑來我們家的時候 阿嬤還跟我講說 牧師來了 叫阿公出來打招呼 上禮拜外婆甚至她已經會 只會笑 連講話都沒辦法講 日本有一個故事是 他們在鯉魚跟鰻魚的 鰻魚的運送過程當中 所以呢 就很容易死亡率會提高 他們在裡面丟兩條鰻魚的天底鯉魚 那鰻魚急著在跑鯉魚的時候 他們就會活下來了 那我們家因為鯉魚死掉了 所以鰻魚就倒了 對 那就我所學 人類進行社會化的這個過程的時候 能夠增進身體跟心理健康的復健 所以我支持送養老院 謝謝 好 謝謝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把自己的阿公阿嬤 講的是鯉魚跟鰻魚 然後我們去問問看 天敵 對 彼此是彼此的天敵喔 那我們先來問問看我們的評審 在你們就是聽完了 這個第一階段的聖論之後 你們的持方有沒有因此改變呢 四月老師 怎麼辦 喔 怎麼辦 喔 所以反而是阿德老師 你已經整個變到正方去了 為什麼呢 比如昌明你舉的那些例子 其實是跟長照比較有關係的 跟我們今天的養老院 其實有點離題 像餘香園 是 你根本就是家裡 就是從小到大 就是在幫你訓練 開一個養老院 蛤 因為感覺上你們家人是不會分開的 我說你們是一個自給自主 人口又多 然後又可以把這個照顧做得非常好 其實可以變成一個範本 對不對 可是你這方面沒有好好發揮 我覺得今天雙方有這些問題 那是因為老師怎麼會變成中立了呢 我覺得辯論比賽跟演講比賽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你必須活在場上 今天正方在深論的時候 做了一個很明顯的區隔 就是我們討論的對象不是只有 生有重病的老人家們 反方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回應幾乎於零 然後專注於原本想要 對這些人的情感訴求 對 然後對於我們心裡的疑惑 沒有任何的回應 對 我覺得這是我最主要翻盤的原因 那欣宜呢 如果說家裡長輩真的是需要 有一點這種有醫學背景的人照顧的話 當然駐養老院的話 他們是可以第一時間 你知道發現這情形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中立再看看 好 所以說其實像這個正反雙方的話 有兩位老師他們的立場是有所更動的 因此可以透過自由辯論的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盡力來拉一下票囉 那來進行我們第二階段的自由辯論 好第二階段呢 雙方都會有六分鐘的時間 那只要你一開口的話呢 這個時間就在跑了 所以說要請這個雙方的隊友們 要好好掌握一下囉 那我們先由我們的正方來倒數計時開始 昌明哥大家說得很有道理 很有意思耶 我想問一下昌明哥 您父親在婉言失智的時候呢 在你的觀點裡面 題目有談不排斥嗎 如果他很排斥要送安養院 在你的立場當中 你有沒有要一樣堅持把他送去養老院呢 好我來回答你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在我們 其實考慮當中天人交戰 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家庭 所以我一直認為 應該要好好在家裡照顧我的長輩 照顧我的爸爸 但是呢就是因為力不從心 天不從人怨 我們用了所有的精力 全部在照顧我們的長輩的時候 但是太多的情況 讓我們沒有辦法支撐下去 我們需要支援 誰來支援你呢 你們都認為說沒有問題啊 我可以燃燒我的生命 我可以做所有的一切為了他 但是不好意思你會倒 當你一倒了之後 誰來照顧 沒有了照顧者 被照顧者 誰來顧 全家更糟糕 再回來 我再來回覆你們 剛剛所指責的 你們說好 把長照跟一般的安養成績 把它分割開來 好 你有沒有想過 一個健康的老人 你們不要只折磨在 只有身體外在的一個 身體不健康的狀態 心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老人 你會看到他為什麼老得快 太多人因為他太孤單了 年輕人如果出外 在工作交朋友喝酒 你們懶得回家 誰陪伴老人 誰照顧他 誰關懷他 誰跟他聊天 我們希望他可以走出戶外 希望他可以交朋友 但是老人就是走不出去啊 怎麼辦 安養中心安護中心 他是可以交朋友的 他有他同年齡層的 有這一個族群的 他可以打開他的心房 他不再封閉他的世界的 為什麼不考慮這一點呢 不對啊 你這個是自己不想跟父母交朋友 所以花錢請別人跟你父母交朋友 這超奇怪的啊 而且你不想花時間陪你的父母 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現在有一個東西叫 巴士兩表 它是可以依照你父母親身體的狀況 你可以去申請一個看護 然後來照顧你的父母 你還是可以多花一點時間陪你的父母 這一點相信你們絕對沒有 巴士兩表真正實行過 因為我們太多這個接觸了 有太多憂人推你去曬太陽 結果去跟旁邊跟外面聊天了 他完全不理你們家的父母 那怎麼辦 而且我們認為正方給這些 沒有時間陪伴父母的人 扣了一個很嚴重的帽子 現在大部分台灣都是雙薪家庭 工時很長 大家可能是就算想陪伴父母 也心有力不責 可是正方卻在這件事情扣一個帽子 說我們是因為不孝順 所以我不願意不工作 來陪伴我的父母 說得很好 你們都說好像子女 有很大生活上面的壓力 我現在只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有生活的壓力 父母很排斥去養老院的時候 你一樣有生活的壓力 你一樣沒有辦法陪伴父母 在這個狀態裡面 你有沒有要堅持 把父母送養老院 好 這個問題非常好 因為這叫做 你要兩敗俱傷 還是雙方皆贏 當你必須在十字路口 抉擇的時候 如果你堅持在這個狀態 你又負擔不起 你又沒有辦法 真的盡全力 讓整個家和樂融融 而導致了父母孤級 沒人陪伴 心理受創 然後呢 你的時間也不夠用 你該怎麼辦 所以送到安養中心 父母他可以得以疏解 他有朋友 他有生活 例如度假村 他的生活是好的 他的level是高的 但是不是不孝順 因為我們可以每天去探望他 跟他聊天 剛剛超明哥說到工作的問題 那現在父母在忙著工作的時候 你們小時候 父母是把你們送到安親班 誘養嗎 等一下 等我講完 等我講完 那你現在如果你們 不是嗎 你不是嗎 我沒有安對養 不是 那為什麼現在 沒有 大家對養老院的想像和念 不是 那現在如果你們現在 長大了 要需要工作 那為什麼不能把父母送到養老院呢 所以把他送去社區大學 送去社區大學 有一些養老院是可以外出的 是可以申請外出 你六日可以帶父母出去踏青 可以出去吃飯 並不是像你們講的 送到養老院 他就跟坐牢一樣 不能夠出來 你不能去探望他 還有跟幼稚園一樣 跟幼稚園一樣 daycare式的 那他有程度之別吧 你說的是就是六日才可以出來 那一到五的時候 他就被關在裡面 然後早上送過去 養老院有非常多 非常多種不同的種類 有一些是 你可能可以拖一天八小時 一天十二小時 又或者是你是長期住在那邊 可是你晚上可能可以出來 你六日可能可以生你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養老院 在父母不建議的情況下 我們認為孝順的子女 應該要跟父母 陪同父母去找到 他覺得適合他生活方式的養老院 這個問題我很在意 所以我繼續追問喔 所以在你的立場當中 即便父母排斥 像你剛剛說的一樣 送去養老院有這麼多的好處 在你的立場當中 即便父母排斥 也要強迫他 逼他去 我回應一下社委的問題喔 第一個是我們不理解 為什麼要一直追問說 如果父母很排斥 因為今天題目討論的是 如果父母不排斥這件事情 我們家庭該做什麼樣的決定 如果父母真的很排斥 那讓他們家庭 依照他們家庭實際的狀況 去決定要送或不要送 那不在我們今天題目討論的範圍 其實是他是在意你的想法 他還跟你說他要去 他只是主動的體制 你剛剛跟你講說 因為他想關心你 你說你媽媽說老了之後 把我送去養老院 你知道你媽媽心裡不是這樣想 一個為人子女三四十年 你沒有辦法知道 你媽媽是在說真話 還是說反話的話 那我認為 今天題目討論的不排斥 當然是確定父母在不排斥 送養老院的前提下 我們應該怎麼去 做子女怎麼去跟父母溝通嗎 反報剩兩分鐘 你明知道媽媽在講反話 你還是說 那我堅持要把媽媽送到養老院 那我的問題是這樣 對你而言的不排斥 代表他想去嗎 不代表對不對 都可以 兩種選擇都可以 不排斥我都 我自己顧或是送養老院 我都不排斥啊 也就是說 你告訴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說 如果父母 你覺得父母不排斥的時候 觀眾可能有沒有可能誤判 有沒有可能覺得說 他誤讀了父母的意思 請問一下在這種狀況裡面 你是不是還在要告訴觀眾朋友 你要堅持把父母送到養老院 有可能他是不想去的 不是 你們現在不要 不要一直扣一個堅持我們 好像我這一父母的意思 其實他是不想去的 因為父母題目就是 父母不排斥 所以經過家庭的溝通協調 沒關係 給父母更好的生活 我們往後退一步 沒關係 就是他真的 我認為在做這個決定之前 本來家人之間就需要 充分的溝通來確定彼此 對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麼 好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沒關係 所以不要討論那種 我們之間缺乏溝通 缺乏共識跟缺乏 有有有有 有溝通了不排斥了 我退一步 在這個前提裡面討論 這不是退一步 沒關係 那我回到我原本的位置 這樣可以 來 父母們不排斥 那我們現在往下來比 自己顧跟去養老院 哪一種比較好 你說要找到很棒的養老院 就是那種可以排班制的嗎 找到父母覺得可以接受的 或者是上下班制的排班 像剛剛欣欣姐其實就有講到了 跟自己顧呢 跟自己陪伴呢 每個父母的需求不一樣 所以不一定是你長的 某一種養老院才是最好的養老院 這就是我說的交給專業 我們必須要面對父母的狀況 交給專業判斷 如果父母不排斥這前提嗎 父母不排斥的情況下 把它交給專業人士去處理 父母可能會面對到或已經面對到的問題 我來舉一個真實的例子好了 有一對父母他們真的很有錢 孩子結了婚之後呢 還買房子給孩子住 結果孩子以前是非常孝順 每天住在一起 這是有話不聊的 自從結了婚之後搬出去之後 一年只回來一天 也就是除夕圍爐的時候 所以小孩子不應該這樣 父母非常的傷心 我再講是一個心理狀態 孩子他有工作要拚 他有自己的家庭要顧 他有他自己所有的事情要去繁琐 他的心理念 如果他沒有回來顧父母 父母你叫他怎麼辦 超級不能接受這個道理的 因為父母在年輕的時候 也有工作要做 也有事業要拚 也有他自己的生活圈 那你就錯了 但是要發時間給小孩 所以東蔡我跟你說喔 現在雙新家庭需要上班的父女 他今天把小孩送去托嬰 或托育機構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這個媽媽不愛小孩喔 所以隨著時代的改變 大家生活型態的改變 養老院是提供這個社會 以及需要的人一個支持跟協助 這個時候如果你反過來苛責 這些沒有時間陪伴父母人 是不孝化我們認為 這才是扣的一個最不好的帽子 而且為什麼你們會很偏頗 對於照顧小孩的機構 你們認得理所當然 照顧老人機構你們非常開心 生小孩可以選 你可以不要做啊 對我幫主問 如果你生下來小孩了 如果你把小孩是長期的 在18歲以前都長期的 24小時的送到您說的那種 24小時的照護中心 要不要批評 沒錯 他們沒辦法回應 他們剩一秒就那個時間 你們也沒有時間 你們也沒有時間 你們也絕對有問題嗎 來 我們先去往下 我們那個比賽 我是要互相 不是把時間又玩贏喔 我們先去往下 就算是按照你們說的 可能可以上下班接送 或是托音這樣接送的 相比之下 我們還是會希望 你能夠親手照顧自己的小孩 會比較好 再其次 不要一直說我們扣帽子 我們根本沒有說 這個叫做不孝 從頭到尾沒有說不孝 我們只是在比較 兩種狀況之下 哪一種比較好 我們覺得自己顧比較好 比較有人性 我們會比較建議大家這樣做 如此而已啊 而且我再繼續說 民方一直很在意 父母的意願 我現在就只問 如果父母像日本有個傳統 老人家到他的 中年 晚年的時候 他會選擇做一件事 他會自己到山裡面 等死以前的傳統 請問一下 如果現在有些父母跟你說怎樣 我不想造成年輕人麻煩說 我今天就想要去山裡面等死 你也要尊重他的意願送他去嗎 對 而且我們其實想要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幼兒園這件事情 因為幼兒園其實是短時間的 你們剛剛一直說 這個養老院也有短時間的 那是不是就等於是 我送我爸爸媽媽去插花斑 插個三個小時這種感覺 去養老院交個朋友這種感覺 這個不是我們題目在討論的 送去養老院 送去養老院就是我要住在那裡 你們不要說我經過養老院 就等於他有意願去 根本不是這樣子 而且養老院跟長照院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你們要搞清楚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們一直講說 交給專業的來 現在專業長照的部分 已經被我們切割開了 來專業養老的部分就是 陪老人家玩 或是創造人家活動這個部分的專業 到底是什麼 你們等一下可能要在結辯的時候講清楚 不然不要在養老院這一塊的部分 用專業兩個字去模糊的帶過它的好處 不要說殺花斑 有些老人現在可能會去 有一些老人的旅遊出去兩三天 照你的邏輯是也叫把父母送去養老院 如果你假如把父母送離開家庭 就是要送去養老院的話 那寧方的立場也太容易得正了吧 這個題目本來就是大家遇到掙扎 如果不是24小時送出去 有什麼好掙扎的 真正出現的掙扎 就是他要24小時送出去 不在你的身邊 請問一下在這個狀況下 好 我們的正方的時間也到了 謝謝我們的雙方在這個自由辯論的時間 這個時間六分鐘而已 真的好好把握 不是說把它講完就是先贏了 大家還是要互相經過討論的 我們先看看評審好了 這個第二階段聽完了雙方的辯論之後 你們的持方有沒有有所改變嗎 思維老師 我還是維持一半一半 總理好 那阿德老師 也變到一半了 那欣盈 我也是一半 好 所以說目前等於說 這個正反雙方好像都沒有什麼票 所以說第三階段的 截變時間就非常重要囉 那我們反方派出的是盈盈 希望你好好把握了倒數計時 開始 談一下社會的現實狀況 台灣現在雙新家庭的比例大概在八成左右 大家想像一下自己顧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大部分的時候夫妻去上班 小孩去上學 老人即便生活可以自理 但是大部分時候他其實都自己人在家裡 而且人老了之後什麼事情都會開始不方便 他會忘記爐子上在燒水 會忘記關瓦斯 釀成的這些意外是屢見不鮮的 而且他腿腳不好可能坐在老公寓 不方便下樓串串門子 他大多付出時候 可能自己一個人待在家裡看電視 看著動輒十個小時 等著有人回家 更不要說白天他自己一個人在家 在浴室摔了一跤 根本不會有人發現 現在的養老院已經不是對方 或者是社會所想像那樣死氣沉沉的地方 現在很多新的合格的養老院 他提供全天候的照護 他不只是有均衡的飲食 定時的運動 定期的健康檢查 專業的照護人員 還有註點的醫療資源跟人員 還有很多興趣培養的課程跟社交活動 對方跟我們說什麼叫做專業養老 老人失智失能這個事情是一個漸進 我如果沒有透過一個訓練 以及社交的活動 去安排填滿他的生活 讓他去動腦 讓他去運動的時候 他的退化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透過這些專業的課程 興趣的安排社交活動 可以讓老人去延緩他失能的這個狀況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專業的照護 像現在這些養老之後可以提供的協助是非常多的 而且又像是現在知名的多層級照顧的安養中心 或者是養生文化村 其實每年是有上千人在排隊想要進去 如果你真的愛你的父母 你父母也不排斥的情況底下 我們應該身為子女是陪伴著父母去挑選 他喜歡的環境 他覺得適合的課程 他喜歡的生活作息的養老院去入住 所以不會像對方所講的 我就隨便找了一個很不好的安養院 然後就把老人丟在內裡我也都不去看他 這不是一個孝順的表現 我們理解為人子女把老人留在心裡 把老人留在身邊是一種孝心的展現 可是衰老這件事情是不會停止的 即便不到對方所講的這種嚴重失能的狀況 可是衰老這件事情 當他慢慢開始失能 從輕度失能到最後送長輩離開 統計平均需要十年的時間 我們當然非常的孝順 久病床前無孝子 他不是一開始就不孝 而是他一開始很有孝心 他決定要自己照顧 可是他可能根本不具備專業的照護知識 沒有辦法去延緩他失能的狀況 但這個時候 當他開始發脾氣 當他開始做一些你不喜歡他做的事情 一次 兩次 三次 到了十年之後 你也沒有辦法繼續和言悅色的 每一次都耐心的照顧你的父母 我們再換個角度講 如果我是父母 今天當我需要子女幫我洗澡 攀附我洗澡 換尿布 我不小心半夜失際需要兒子媳婦 來幫我清理床單的時候 就算子女他表現得在心甘情願 其實你心裡是很不好受的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很沒有尊嚴 你不想要在你的子女面前 是這個樣子 你也會希望有一個專業的醫護人員 在旁邊提供你協助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議題 很大一部分是在討論大家 對孝順的掙扎 可是隨帶隨帶的改變 我們認為 能夠給予父母最好 以及有最有尊嚴的照顧 才是孝順的最好的名字 好的 好 聽完了我們的盈盈 接著呢就是我們的聖偉 同樣也是五三分鐘的時間 好好掌握了 倒數計時 開始 這張比賽其實很很慶幸 對方在結辯的時候 終於把他們論點講清楚了 其實坦白講 他們也不是真的 像前面單那麼在意的那一些 完全無法自理照護的那一群人 就是要需要送到醫院的那一群人 他們其實真正在意的 也像是盈盈學姐 在最後結辯的時候說的 就是有一些老人家 他需要有一些好一點的環境 就像新陽哥前面說的一樣 像加拿大那個好的療養院 所以這張比賽到最後 其實就在這兩件事情做爭執 我們先來看對方的幾個問題 對方說很多時候 老人家缺乏照顧 很多時候現在台灣 沒有辦法有那個電梯 所以他們在住在老舊的公寓裡面 沒有辦法下樓 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在現在 怎麼解決老人安養的問題 他解決的方式 不是像寧方說的一樣 鼓勵大家把老人家送到安養院 他選擇的方式是什麼 他選擇的方式是 從他原本的地方 原本的住宅做居家的改造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現在YouTube搜尋全能改造網 就會看到很多他去幫老人家 做改造的地方 比如說他讓他可以一件 就像寧方說的一樣 他跌倒一件就可以通知警察 跟通知醫生 比如說他可以讓他的輪椅 在那個店在裡面的時候 可以迅速的發展 雖然不用用電梯 可是樓梯就可以有一個方便的輪椅機構 這個就是現在日本選擇的方式 如果像寧方說的一樣 我們在老人家不排斥的時候 我們都選擇把他送到老老院 整個社會不會進一步的支持我們 有機會讓我們可以讓 在家裡就可以照顧老人 為什麼我們前面說巴士兩表 現在用越來越高 越來越低的標準 可以讓我們用越來越便宜的方式 在家裡就請看護 來照顧自己家的父母親 為什麼日本要用全能改造網的方式 不斷的鼓勵大家 從居家改造來做這件事 如果真的如寧方說的一樣 我們都把老人送去老洋 都是一件好事的話 社會不會往這個方向推進 這是第一個層次 我方認為真的有意義的社會推進 應該是我們說的這個樣子 再來第二個層次 為什麼我方今天那麼在意這個詞 叫做不排斥 為什麼題目要強調不排斥 為什麼題目不是說 我們要不要送父母去老洋 這麼簡單就好 要增加不排斥這個詞 原因是因為不排斥這個東西 在父母親跟孩子相處的過程當中 是非常常見的一種狀況 我就問大家一個問題 小時候大家應該遇過類似的狀況 比如說你們去買肯德基 父母就說 我不喜歡吃雞腿啦 我吃雞 我去吃雞胸就好 大家都知道雞胸比較柴 大家都知道雞胸比較不好吃 可是父母會留他的雞腿給你 為什麼 不是因為父母真的不想吃 你知道嗎 是因為父母知道這樣子對你更好 就像盈盈學姐最後說的一樣 他在家裡的過程當中 因為一些壓力 他不想讓你在雙心家庭的時候 還要進一步的你需要照顧他 所以他跟自己說沒關係 我以前曾經在萬華老年機構 跟老人家上過很多堂的辯論課 在辯論課的過程當中 他們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喜發 他說他們不太會跟小孩子相處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小孩子願意多一點點關心 一點點 就會讓他有機會 謝謝 我們盛維 感謝 好 聽完我們節目 我小時候常常吃的都是雞翅 那沒有吃過雞腿 那這樣 習慣耶 好啦 那我們就聽完這個雙方 這個三個階段的辯論完之後呢 就要請我們的評審 還有現場的十位觀眾 來進行投票囉 在你們聽完這一整輪之後 你們覺得你們是被正方 要自己照顧 還是反方做到安養院 比較能說服呢 3 2 1 請舉牌 好 投票結果呢 正方獲得了十票 反方是三票 恭喜正方獲勝 好棒 搶起來可以說 今天水很飽喔 今天精力充足啦 好 先聽聽看我們的評審獎評 稍微冷靜一下 來 四葉老師 你們正方一直只有說 在父母放在身邊 是比較有人性的 所以我在最後 雙方在比較的那個過程裡 至少這個專業養老 我是比較有畫面的 但是比較有人性 我是沒有畫面的 所以我在最後的判斷 我是比較偏向的反方 OK好 謝謝 那阿德老師 看到法方一直在講到說 要給一個長輩一個尊嚴 給他有一個很好的去處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 感覺上就是有錢人的條款 所以基本上在這方面來講 沒有打動我 也沒有辦法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所以我覺得正方這次是比較好的 好 那阿欣宜呢 那如果說我們一定要選 符合子女經濟能力的話 可能就必須要送到一些 你們長輩不是很喜歡的地方 對 那這樣來講 會有更多的一個家庭糾紛 所以我就覺得還是正方 自己家裡顧最好的 那今天昌明哥真的是 後來還是輸了嗎 有沒有什麼感想 想要發表一下的嗎 雖然我們希望動之以情 但是呢 對方也很有效的把它打回來 我覺得以後下次 我們再來變一次 這樣同樣的題目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知道 如何去把對方破解跟瓦解 已經有一些策略了 接下來就是來進行我們這個 鄉民變什麼了 今天我們的鄉民變什麼 就要來討論就是啊 如果有一天啊 你中了這個樂透的頭獎 你會不會跟父母說呢 正方我們的祥犬 還有我們的昌明哥啦 你有反方 好 那呢 雙方都有兩分鐘的時間喔 倒數計時 開始 如果今天我中這個威力彩的話 或者是樂透 不管啦 多少錢的話 我一定會讓我爸媽知道 而且重點是 我會先拿十分之一出來 去做善事 這個善事不是所謂捐給 所謂的一般的民營事業 因為你不知道他哪去做什麼 你一定會成立一個 一般大概的基金會 然後去做善事 然後自己去做 然後一半分給我父母 好 那我請問你一下 如果我父母他拿了你一半的錢 結果呢 他就把他肥累掉了 他可能 八天九地 你的心情 那是他們的問題啊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問題 我請問你一下 如果他們會到處 廣播電台告訴親朋好友 我也是周樂透偷才啊 你說我爸媽嗎 怎麼辦 你說我爸媽嗎 不是應該是一定 我也 我跟你講喔 他們剛剛 我也有我自己的主見啊 你說 你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會來跟你借錢對不對 我可以不借啊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一定要借 如果是你的阿姨 遺葬姑姑叔叔怎麼辦 救急不救窮 你有聽過嗎 救急不救窮 他的很急啊 你爸爸如果萬一要選舉 怎麼個缺資金 拜託你還剩五千萬 拜託 不然我選不上 我已經分一半給他十幾一年 不夠燒 不夠燒怎麼辦 不夠燒 那連我 好 謝謝你 對的 等一下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為什麼不要分給父母 我不要讓他們知道 因為呢 這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 因為父母呢 他這一輩子可能沒有看過 這麼多的錢 上億的錢啊 他的心態會改變 我覺得我爸媽應該有 對 我們要說一般的父母嗎 我們爸爸沒有 心態會改變 所以你改變之後 你會完全 爸媽你怎麼這樣 你幹嘛跟隔壁講 連樓下管理員都知道 然後跑上來跟我見 不好意思 他孩子沒錢念書 你可以給他嗎 有很多的狀態呢 會來困擾你 第二個層面是 爆發婦的那種狀態 不是爆發婦 就像你說的救急不救窮 但有很多人都說他很急 就好像說我曾經在 好 三明哥剩一分鐘喔 電台主持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他 父母繳不出錢 他沒有辦法念大學 我告訴他說 那你來 真的要念你告訴我 幫你出學費 好 這種情況 萬一真的出現說 你要怎麼辦 如果拿到我那一半的話 我一定會 我先給我爸媽一半 然後我就出國了 去環遊世界了 他找遇到你是不是 對 沒有 你去環遊世界 我怎麼講是環遊世界 我先去玩 你玩一圈再回來 沒人找到我 你知道嗎 就讓我爸媽講了 Yes so why 你找不到我 搞不好你過兩天 就看不到我了 但是 親情無國界 因為你雖然在外面 你也不會手機關機換電話號碼 因為他要找你有困難 因為是親屬的關係呢 所以你的心急如焚 你能夠幫你還是會幫 第二個我剛剛要講的 第二個層面 你去我的基金會 因為我有十分低在那邊 OK啊 No problem 我要講的第二個層面是說 為什麼我們不用告訴父母 因為如果我們要進校道 我們要回給父母的照顧之恩 其實我們在分配這個資金上面 我可以 例如編一些理由 我說我辛苦 努力賺錢 我買了一間房子 要讓你們住 因為我可以來扛房貸 我也可以這麼做啊 我也可以買一台很好的車 讓父母開 我可以做很多的分配的一個工作 然後另外呢 是我也可以有效的掌控 我這些資金 也許我需要分配在我之前要養老啊 所以我可以去做理財的規劃 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運用 就像你說的 如果我要捐給慈善機構 我會可以做這些事情 好 欸 最後十秒鐘了 翔全 是 我覺得 超明哥這個辯解是不太對的 因為 大家都可以做自己的規劃 你有沒有想過你父母 栽培你 從小到大 花了大概多少錢 然後 對你多好 對你多 然後你竟然這麼熱鬥 你竟然不跟他講 OK 謝謝 我們今天 兩位來參與我們的小明變什麼 當然呢 我們這個題目呢 不需要投票 可是呢 我們也希望觀眾朋友 在看了之後呢 可以到我們的這個 官方的臉書的這個粉絲團 去來投下你的票 你覺得如果你中了投獎的話 會不會告訴父母呢 那感謝這些大家的參與了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